最近這個空軍的這個上將 空軍後勤司令部的說法 2025就要打仗了 大家請趕快準備好 這個海軍陸軍 都有蠻多的 海軍空軍都有蠻多的這個動作 針對台海的議題的發言 那這又是如何解決 就不用理他 美國軍方自己都不一致 你要聽哪一個 我還是比較相信距離戰場近的 區域司令官 因為他對那個戰場比較了解 你說印太 當然啊 當然是比如說Davidson Davidson當然會比較了解 那他是講2027 那這位空軍上將對不起 你有待過亞洲嗎 那他還說我根據我的直覺來判斷 這種事情能用直覺判斷 這種事情要用數據 用情報來證明吧 然後 因為他有講一些細節 你聽到就知道他就是個外行 他說美軍要趕快增加能力 包括在7米之內 可以瞄準對方的頭部一槍斃命 7米 那表示美軍已經在第一線 對 那美軍怎麼可能出兵到第一線 你是在說什麼 米韓的相關的說法都是 中美開戰 他講的不是 兩岸開戰 我知道嘛 怎麼可能中美開戰 你告訴我嘛 美國對於 稍微像樣的大國有過開戰嗎 美國到目前為止開戰的國家都是越南嘛 阿富汗 伊拉克 不然就更小了 像格雷納達 巴拉 都這一種 你就專門欺負弱小 本來就是啊 你稍微大一點的國家你敢開戰嗎 伊朗你敢開戰嗎 連北韓你都不敢開戰 你再說給誰聽啊 中國是何大國 你到底在說給誰聽 所以美國對於這種稍微大一點的國家採取的方式都是代理人戰爭嘛 就歷來都是如此啊 所以你美軍怎麼可能距離7米嘛 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覺得他要去送精神鑑定 所以完全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啦 那這件事情啊就是說 捷克的總統在當選之後就任之前跟蔡英文通話這件事情的嚴重程度很高嗎 這件事是這樣啊 因為捷克總統後來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 他有講出整個事件的真相 他說是蔡英文打給他 不是他打的 是蔡英文打給他 那蔡英文打給他 他應該知道吧就是已經談好了 就是要通話 這個意義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我打給你跟你打給我是不一樣 那蔡英文就說我要來恭喜你當選 我怎麼拒絕 他當然就是這意思 可是他也不能夠表現得太被動 所以他後面又加了一句 其實我 他就說 我並沒有要違反一中政策 那可是我也要強調捷克作為主權國家 那我要怎麼安排跟其他國家來往方式我有絕對的自主權 你看他講得多 這個八面玲瓏 劇本寫得非常好 是啊 那 這個是事後訪問嘛 那顯然就是受到壓力 他講這個幹什麼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那個記者又問他說那達賴拉媽可不可以去訪問布拉格 然後他就說 站在我們以前那個哈維爾總統的傳統 那我們當然樂見 捷克來扮演民主的光榮的角色 是這樣 那事實上大家都知道達賴拉媽也不可能去捷克 因為他現在年紀也很大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公關演出 然後他就是說我要去安排跟台灣的 非官方的來往 沒有違反一中政策的來往 所以還是開口閉口一中政策就是 對他還是有講到 事實上捷克是這樣 捷克他基本上是 總理制 他總統 雖然 不是完全虛偽 可是他能夠影響的是人事 就可以影響部分外交官員的推薦 可是是一個象徵意義嗎 對 基本上實權不在你手上 所以這個台灣也不用吹牛過度 因為到最後還是捷克 你 內閣可不可以形成 清台的多數聯盟 那目前看不到這個趨勢 即便這個總統有這樣子的一個友善的舉動 但是他即使 內閣上面 就實際決定政策負責 這個 外交國安的還是沒有辦法形成清台聯盟 他不是立刻改扣了嗎 不然他接受德國之聲訪問幹什麼 所以整件事情 北京也不會有太強烈的 而且德國之聲那個訪問 是電視 不是文字 所以 我是直接拿到 那個影片 講得非常完整 對啊 所以他非常清楚的把萊蘭遜脈說清楚 他就說是蔡英文黨的 然後他的 用意不是要違反一中政策 而是說我有權利 來安排怎麼跟台灣打交道 就這樣 我們